哈喽大家好,我是星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云朵的高速,包括高架的续航测试 我们正常跑高速,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跑120公里每小时的 那实际上以我们浙江的,包括我去过东部沿海的情况 包括我们上次从宁波开到了重庆 那实际上中国的高速不太有路况,能让你以120公里巡航 或者说你在大西北有可能,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浙江腾冲一线 就其实大部分的路况都是开不到120公里的 当然有很多人说我就是120公里要超速,或者说我就是要开120公里 那没关系,我们也帮你做了,那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 OK,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20公里高速测试 我们会全程尽量保持在120公里啊 看一下能耗水平,包括损失比例 我们也是运动模式啊,低回收 就是我们测试标准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能过弯开120对吧 但是我尽量保持在这段高速里面 我能跑120就跑120 但我是认为大家如果跑高速跑长途没有必要啊 我是认为100左右110这样子对于电车来说是更加好的 能耗也会更加省 OK,我们到了 我不知道能耗水平怎么样啊 我们等一下过检查单以后看一下 OK,现在拍个照 我们一共开的路况是从宁波到慈溪的这一段高速路 然后我们时速是120 我们120公里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之前有做过 比如说高速里面 我们就按照它的大江的智驾来保持一个 前面车开120我开120 前面车开100我就开100 这么一个稳健的状态去跑 那我们通话再聊 我们现在说的120公里时速是我全程从我上高速到我下高速 我就尽量去追那个120公里时速 只要前程慢了不到120公里我就变到 那当然没有说非常极限的 或者说一定要说非常危险去变到 而是在我可控的情况下 120公里我要稳定住 而且是在较经常变到的 然后我们总公里数是比较明显从535公里开到了562公里 一共进行了27公里的那个实际的里程 然后电量的变化是从64掉到了53 续航从239掉到了243 实际的掉落里程有50公里 实际的续航达成率是0.54 怎么宝骏的这个车怎么只有0.54了 我们之前跑都是有0.88或者0.88以上 甚至1比1 为什么高速掉这么多 那怎么看这个成绩呢 那我说两点 第一个是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么一个驾驶方式 就120公里定速 就是不停的穿插 不停的避让 就是永远要跑120 其实我觉得是个很累的事情 你在高速里面其实不太安全 真的不太安全 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开 然后第二个你一定要这么开的话 其实因为你在不停的变道 每打一次方向 每回一次震 它都会有能耗损失 而且这个能耗损失 随着你的速度的上升 它会急剧的增加 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数据 具体比例我们这里没有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在我们浙江这种路况下 你要整条哪怕只跑了27公里 我大概中间超了大几十台车吧 一直在超车 就是很累很累很累 所以如果说你也要跟我这么开 你就是也能开到最半的续航 就是这么一个达成命 然后另外一个是80公里的定速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高架 从下高速以后来到我们的工作室 中间有一整段高架 是可以定速到80的 然后我们全程定速到80 也是变道 就是也是有变道的 就是说前面车开不到80了 我们就变道去跑80 也是这么个逻辑 但是80公里你看 它就是绝大部分车 它也是开80的 就相对来说 它的能耗就好很多 我们从562公里 掉到了583公里 实际的里程是跑了23公里 电量从53掉到了49 对才掉了4 然后从243掉到了222 实际掉落是22公里 续航达成率 就是续航掉落了 耶耶 你这个数据有 OK我们刚刚发现了小差点 大家看到数据变了 因为我们刚刚数据错了 就是 刚才又发生了点小意外 那我们看到它实际的电耗水平是0.94545 那明显要比刚刚的120公里要低得多 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开的过程中 到底能耗水平是0.45还是0.95 纯粹在于你个人 那实际上就我们自己的驾驶情况 还是说你能看到0.5 能看到0.945 我甚至能看到1.0都是可以的 所以真实的续航测试 是应该控制尽量多的变量 那我们现在能做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慈禧本地跑 我们就跑我们专门那条能耗测试的路线 大家都看到过 我们之间这么多期 都是按照那个标准路况来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像我们50的星光 我们到时候能不能说拿过来 在我们这边能不能跑一次续航测试 那样子亏电油耗测试 包括纯粘测试 我都觉得是更有借鉴意义的 那那道路我也觉得能代表 至少浙江的农村的正常的驾驶情况 包括我们现在之前云朵 我们也做了城市的宁波市区的这种 大城市的这种能耗的表现 那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上两次做的续航测试 那其实下面两条都是我们上一次跑续航测试 跑出来的成绩 其实这中间也是有高速的路况的 从74公里到183公里 然后实际里程跑109 中间也是有真实的高速路况的 那我们这段高速路况是按照云朵的 制驾的 就是前面车快我也快 前面车慢我也慢 但是平均时速保持在100到120之间 这样子开你就很轻松了 然后实际达成率就是0.879 然后回来也是 回程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模一样情况 从宁波回到慈禧 然后跑90公里 然后续航掉102 然后也是0.88的实际的达成率 所以这是你正常的开法 我觉得我们这个成绩是能够复现的 你如果是浙江农村 或者说江浙这一带 你是能跑到0.88左右这个能耗水平的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做出更加真实的数据 而不是为了追求极限 或者说为了追求极限的推车 而去做一些非常假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120公里这个时速呢 因为实际上绝大部分消费者 其实是不会120公里 像我这样子疯狂蛇皮走位去跑的 特别是很多人说跑长途 你跑长途的时候你更不会这么开 第一个精神力的专注力非常好 第二个是非常的不安全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为家人 或者说你自己开车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司机都是 实话实话都开的比较慢的 哪怕是跑高速 我周围见过这么多老司机 也有很少的老司机是在高速里面 是顶着120线速跑的 130 140 这有法律法规 不会拍拍的那个速度 其实我觉得非常不安全 而且是 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那我自己跑高速 我跑过重庆 我跑过更远的地方 都是相对来说 以一个比较安定的速度去跑长途 我也希望大家 注意行车安全吧 我只能说到这里的 OK 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觉得我还有 哪有什么节目可以测的 或者说你还有对云朵这个车 有什么想了解的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片子都在看的 我是星巴 希望我们节目真的可以帮助到你 感谢观看